好声音比赛音乐比赛不同于体育比赛,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输赢是个玄学,排名靠后的不一定就是不行的,好声音也可能是好声音,理论上名次越高,面子越好看机会更多,否则大家干嘛要在意排名? 好声音完结十一级,六十四强约七百余人,前三甲也有三十余人,大多已查无此人,为什么偏偏是个子不高,无家是无人脉的六十四强周身逆袭成了时代之声顶流歌手,的确耐人寻味,做视频不容易,先赞后看,人生灿烂,遥不断进化的实力,拥有无与伦比的天籁音色,出身东欧古老音乐学院歌剧专业, 能够有效融合刘美民三大唱法,驾驭抒情摇滚暗黑二次元,以及主旋律大哥可爱儿歌等各种风格,演唱七种以上外国语言,能做制作人,能当音宗发起人和伙人推荐人,能够兼顾口碑和人气,同时得到主流与市场双认证,这样出色的实力,不要说好声音,就是放在整个湖潭,除了周身,还有几人,强大的实力, 是周身最利的武器,而且他的实力还在进化中,当年周身在好声音只唱了两首歌,小和财露尖尖角,便已俘获万众期待,民间投票一起绝尘,奈何节目组有眼无珠, 只把周身当作吸引观众的一个噱头,连装造都往黑里画图里整,主打一个反差博眼球,完全没有想到他有如此强大的后劲和续航能力,致使明珠蒙尘,天使利捷,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六十四强,不是周身支持,是好声音支持,二咬紧牙关的坚持,梦想只会被压制, 不会消失,好声音出道后的六年,被夸唱得好,却一次次不被选择的情感失落,九笔一分成的经济压榨,自生自灭的放养,和看不到未来的绝望,周身肯定痛苦过挣扎过, 却不曾动摇过,要在舞台上唱歌的执念,摇紧牙关不焦不躁不屈不挠,越寒冷,越坚强,有工作就好好唱歌,把每一个舞台当成最后一个舞台义无反顾,没工作就好好练歌,有时甚至一整晚只练一句,利用时间碎片学外语,认真管理形体改善台风形象,整整坚持了六年,终于苦尽甘来破茧成蝶, 三因为实力人品缘分带来的小运气,所谓失之冬鱼,收之丧鱼,周身指不好声音六十四强,却幸运地被隐约听见,然后推荐给矮大井,后来钱雷也听见了,听见是偶然,靠缘分,合作是选择,靠实力和人品,矮大井在合作中,也特别夸过周身的人品,包括我们的歌,也是因为周身在贵州卫视春晚彩排的敬夜和暖场, 打动了林海,才有了后续的推荐与合作,于是周身有了第一支原唱单曲《玫瑰与小路》,第一张专辑深的深,成名曲大于,第一个殷宗冠军我们的歌,有了越来越多的歌迷和只爱他一个的生米,周身对得起这份运气,担得起这份厚爱,回报以深深感谢你,以及更多的作品,更好的未来, 综上,人生是场修行,每个人的悟性和际遇都不一样,对于某些学员来说,参加好声音是巅峰,是终点,是一直吃老本,是怨天尤人,对于周身,参加好声音是一次出场,一个起点,是披荆斩棘,是奋斗的开始,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属于周身的音乐之路还很长很长,这段时间有一个综艺节目,周身当导师,这节目打破了我对周身一个以往的错误印象,之前我一直认为,周身不写歌,那么说明他在歌曲创作的专业技能上,是不足的,虽然之前一直有粉丝表示,他在XXX歌曲参与创作,但我对这种说辞,向来当作粉丝洗脑包看的,半个字都不足, 不信没带就是没写,不写歌就是水平不够,但周身当节目导师,展现出的一铃半爪,却推翻了我这个印象,虽然周身仍然没有展示一些高深的音乐理论内容,仍无法判断他的实力是否足以支撑他作为专业的制作人出歌,但无疑,他在演唱和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上,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种理解不是那种靠天分和乐感的理解, 而是能够系统的,逻辑的理解乐理层面的东西,展示的不多,但非常够用,这意味着,在与制作人沟通的时候,周身必然有能力深度参与到音乐制作中,打个比方,同样作为产品经理,周身可能不怎么会写代码,但他真看得懂代码,音乐和程序 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在于,懂代码对于产品经理只是加分项,而懂制作流程对于音乐制作是关键点,这一点上,周身比大多数只在作曲位出现,但从不在编曲位出现的原创歌手,都领先一个段位,再进一步,就能实现李荣浩那种一体机模式了, 优秀的作曲,作词,基本都懂演唱,甚至他们中的部分人,比歌手本人还懂演唱,只是因为老天给的嗓子不够出色,才没有歌手出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歌曲让词作者或者曲作者来唱,都别有一番韵味的原因,他们虽然技巧不行,但他们审美和理解,可能比天赋型歌手好得多,但优秀的歌手,可能大部分是吃天赋, 理论水平处在勉强及格,够用就行的程度,比如玲花,她的节奏感是放在音乐学校直接被劝退的水平,要不是有增益在,都可以稳定贡献车祸现场了,但她的天赋,包括技巧上和审美上的都是罕见的出色,所以足够打动人心,还有小沈阳,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嗓子,和非常有限的音乐审美的其他综合体,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制作人,你想和纯天赋型歌手合作,还是和同样有天赋的技术流歌手合作,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周深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固然有运气成分在,但她的演艺生涯,必然是一路上坡,如果赶上群星璀璨时,确实可能被淹没,但现在这个华语乐坛,周深的爆火,似乎就是个必然, 最近因为关注快乐在出发之乎被推了好多歌手相关的问题,震惊于周深,居然也会被人质疑,我是当年好声音一耳朵被她吸引的,即便早早淘汰,但是她的音色是绝对的少见,虽然没变成她的粉丝,但是后来大雨火了,还是一耳朵听出来是当年的人, 有特质的声音特色就是老天赏饭,唱功啊曲风啊,什么都不如你的音色,能让人记住,这也是为什么艺术这行真的看天赋,周深又是个天赋加专业加努力加有趣的人,当然会发展得很好, 还有人讨论唱Ost不好没有创作啥的,我觉得她的声音条件,完全没必要做创作型歌手,寻找适合自己的制作人和词曲人,趁着年轻多唱一唱,造福一下观众多好,等年纪大了,再去写歌回顾一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吧, 因为她在音乐方面极具天赋,她的声音好听呀,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听,是极具辨识度能够甩其他所有好声音选手一大截的好听,有了这个,才会有高音等很多贵人的鼎力相助,才有了后面的很多的机会, 另外,她其实在好声音上只唱了一首半歌,虽然世界这个平台出道,但其实她的发展和这个平台关系不大, 拿她和其他好声音选手比也不公平,包括后面的生入人心的其他选手,也是一样, 坤在没有划型的时候,和池塘的鱼在一起,也会被认为是一条鱼,但不代表她和鱼就是一样的品种呀, 问她为啥比其他的鱼飞得高,没啥意义呀,因为她本来就有翅膀呀,白天鹅从来都不是丑小鸭变的, 她只是和丑小鸭,此处并非指好声音其他成员,物杠同行了一段时间, 她之所以是白天鹅,是因为她本来就有白天鹅的基因和天赋点, 首先,综艺的红利期也就两三年,周深从好声音出道后的三年里, 都并没有比别的好声音歌手发展得更好, 她只是和当时PK舞台南风伯仲的李维搭档,唱了无数次的《贝加尔胡畔》和录制了一张纯翻唱的专辑, 同样好声音出道的选手,节目组给资源的人,发展好的前三年, 起码有一张个人全新专辑,甚至各唱,但周深本人实力够强, 节目红利期之后反而发展得很好,超过了节目组曾经力捧过的一些人, 第一,她的声音的确是很有特色,出场就惊艳的那种,个性具有综艺感,天生的沙雕, 第二,她个人很配合公司的工作安排,叫组合拼装翻唱CD也好, 叫上乱七八糟综艺带新人也好,叫路眼地推也好,都是能去就去了, 其实这对积攒人气和人员也是有帮助的, 第三,运气好,很幸运得到了隐约高晓松的赏识, 在没有公司助力的情况下,有行业前辈帮她出个砖,开个场, 第四,也是核心的,业务能力强,她是把个人先天优势发挥好了, 还不忘学习和提升自我的人, 鉴于问题下有人质疑深入人心里为什么她说她自己是自学的,不是专业的,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当初廖老师说的,我能听出你不是专业学习过的, 指的是当时那首Time to Say Goodbye里她所用到的假声南高音发声方式, 而她从来都没有专业地学习过假声南高音, 她学的是南高音,两者在发声方式上有本质区别, 希望大家不要混淆,不与其他选手比较, 仅专注周深个人,我认为问题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不是她比别的选手发展得好, 而是大家本就各有追求各有归宿吧, 我不了解别的选手的现况,只能谈谈我了解的周深, 我想应该从不同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周深的进步有多大,她大学学的是美声南高音, 确实是专业的,但是流行与美声的发声位置和方法都有不同, 美声好的不代表流行就会好, 专业的学习对她来说有音准,气息上的帮助, 但是对于流行音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说到进步就一定要提及她的天赋, 她在爱唱歌时期就展现出了很高的音乐天赋, 音准,咬字,在2012年就曾获得网络好声音的冠军, 忘了是不是这个名字, 但是,有天赋不代表一开始就是完美的, 那就要谈谈她刚开始时的缺点, 首先,低音是她的弱项, 我们都知道,高音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的, 而低音则是由天赋决定的, 周深音域本就偏高, 低音几乎注定是她的短板, 但是,近年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 她不断开发自己的中低音区, 从刚开始的低音的部闻, 到现在如生入人心里的memory后半中文部分 对中低音区的熟练运用, 进步十分明显, 那么再来说说, 她为众人周知的高音部分, 周深对于高音的掌控, 一直都是比较不错的, 从未出道时期的音频就不难发现, 女中音到女高音, 男高音到甲声男高音的音区, 其实是她的舒适音区, 但是, 早期她还是有明显的不足, 高音略显尖锐且细, 许多极端高音则气息略显不足, 而导致颤抖, 以至于影响音色音准, 但是, 这个问题在对美声的学习中, 找到了解决方法, 她是专业的男高音, 虽然平时唱歌的音区接近甲声男高音, 但因为她是天然音色, 所以自称为类甲声男高音, 但是气息发声总有相同之处, 近年来她的高音质量越来越高, 高音区多使用混声, 使得极端高音也圆润而不尖锐, 近不非凡, 她的高音目前有几处典型的代表,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出圈的末日飞船, 在高潮部分的倒数第二句, 音准极佳的三个连续的B5跳音, 从粉丝音频为修音版中可以听出, 质量极高, 再者, 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的可考最高音是C6, 也就是女高音里的Hi C, 出现在2016还是2017年的中国人授曲, 因为现场颁奏问题, 周深临场应变飙高音, 如果说这个算是特殊情况, 那么来看看周深最新的杭州演唱会现场, 血腥爱情故事, 其中最高音C6的花枪唱法十分惊艳, 说完高音低音, 再来说说曲风, 曾经的她因为这一点饱受质疑, 很多人觉得周深曲风单一, 这一点我要说明, 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弱项, 卡布17的周深就是风格多样的, 她唱法多变, 我个人最惊艳的是她的Diva song, 音准节拍都在线, 且英语发音大气标准, B站有许多可考的音频资料, 2017年的生日直播有Telephone这首,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在深入人心之后, 周深的曲风多样更上一个台阶, 她越来越多地将美声与流行结合, 创造出好几个经典现场, 5.18的身灵奇境, 周深翻唱黄灵红眼镜, 高潮吟唱部分改为美声, 十分惊艳, 杭州演唱会, 周深一首血腥爱情故事, 融合流行, 气声, 男高音, 花腔女高音等多种唱法, 从另一层面还原了歌曲本身的意境, 更不要说早在之前, 周深就和过去Ponta, Q和做过多首电音曲目, 对不起和御用男高音的熊猫人, 是其中两首, 总的来说, 周深被诟病曲风单一, 本身就是因为人们对他有着既定的刻板印象, 没有机会给他一个舞台去展现罢了, 最后, 再说说台风, 中国好声音的周深, 以异曲欢言惊艳四座, 因为个人经历原因, 站在众人面前唱歌对他来说, 无疑是困难, 他紧张不安, 站在台上就只会站着不动的唱歌, 包括他本人也说, 之前他站在台上唱歌, 完全不是一种享受, 而是一种折磨, 但是从去年开始, 他慢慢开始享受舞台了, 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 从他整个一群中看出来, 前面几场演唱会, 他的紧张是肉眼可见的, 虽然唱歌方面仍旧挑不出错处, 但是台风无疑是不足的, 但是一群的末尾两场, 深圳与杭州场, 编号89757和血爱, 他不仅是唱, 而且是演, 台风已有明显的进步, 使人更加被带动情绪,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再者, 生入人心中, 孤独的牧羊人异曲, 他一人分饰多角, 且不说这首歌运用的约德尔唱法, 是世界最难的几种唱法之一, 他运用不同的嗓音与表现, 将多个人物分明地表现出来, 最后请教也获得了胜利, 而这首歌曾在新加坡慈善演唱会上再次被演绎, 比起节目中的版本, 这一次的歌曲编曲节奏变快, 加大了难度, 但它结合了更多的细节, 将各个人物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已经不能单纯以唱歌来评价, 这已经是一出可圈可点的音乐剧片段, 有很多人提及周深的时候, 总爱说一句话, 天使吻过的嗓音, 没错, 他的音色确实绝佳, 天赋也十分出众, 高晓松曾称赞, 一个人的唱诗班,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一辈子靠天赋, 他的进步, 与他这些年的不断学习和努力, 是分不开的, 现在的周深, 已经能够惊艳许多人, 但是他绝对不是完美的, 他现在也只有26岁, 相信他可以不断努力, 继续进步, 给大家带来一个越来越好的周深, 好声音的周深确实惊艳, 但是经过五年的魔力, 如今他的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二人品, 这个方面建议去看知乎那一篇文章, 周深是谁, 真的很牛吗, 他善良, 通透, 经过许多磨难, 也受过不公平的待遇, 但他如今仍旧是我们的小太阳, 生活稳之以痛, 他却抱之以歌, 谢谢他不曾被痛苦打倒, 才有了今天的周深, 三, 专业能力, 这是周深总是被忽略的一点, 人们总以老天爷喂饭吃, 天使吻过的嗓音来形容他, 这是夸赞, 但不得不说, 也是他难以思去的标签, 他的专业能力, 绝不是一个绝美的嗓音能概括的, 这里建议阅读豆瓣的一篇文章, 周深多方面澄清科普, 周深多方面澄清科普像给因为深入, 有人说周深走到现在是因为男生女嗓, 大家看个新奇, 有人说周深是因为天赋, 老天爷赏饭吃, 有人说周深是因为运气好, 贵人赏识, 我不否认上述理由, 但是我想说, 如果只是看个新鲜, 他没办法走到现在的地步, 如果只是靠天赋, 他只会不进则退, 至于贵人赏识, 贵人不会赏识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出道五年,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不断进步, 积累作品也积累圈内人脉,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近年以来, 他不止一次因作品上热搜, 亲爱的旅人, 荒诚度,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如今他也开始尝试不同的曲风, 音乐剧, 快歌, 如编号89757, 流行美声, 如红眼镜, 血腥爱情故事, 他能走到今天的位置, 是他努力的结果, 当然, 我相信他和粉丝都不会满足于当下, 相信他会越来越好, 走得更远, 因为他太努力了, 是那种从来不说默默的努力, 第一天晚上录到凌晨, 第二天上午又出现在其他活动中, 是公司安排的一个特别小的活动, 他从来不会主动去说什么, 是因为有一个路人粉看到了告诉我的, 参加SRRX的时候, 强度大到所有人的体重都下降了, 而周深在此期间还参加了十几次商演, 和录了两期蒙面, 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后台,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 包括那种小的不能再小的商演, 前两天, 立起马年台风来的时候, 他竟然背着所有人跑去录歌, 回来才发视频报平安,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 他都在默默地努力着, 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永远带给大家欢乐, 他永远都是那么谦虚, 他因为音色问题, 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受过嘲讽和侮辱, 但他并没有变坏, 他独自一人出国留学的时候, 背着一个比自己身体还高的无头尸体前行, 但他从未抱怨过, 学医外文翻译加学习, 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 但他还是对生活充满热爱, 他说过, 善良是一种选择, 是啊, 我希望对所有历经磨难的, 还依旧真诚的人, 愿世界能够温柔相待, 他的歌声和韧性感染着每一个人, 好多得抑郁症的姐妹们, 都从他身上感受到温暖, 我也是其中一个, 周深, 他的名气全凭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而他的实力依旧被人低估, 这个问题其实打起来一定很主观, 但值得一说, 首先, 我们不看是不是歌手发展的问题, 我们就普世地说, 为什么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同, 为什么有些人看着没有你努力, 但你发展得好, 有些人你努力一辈子, 就是追不上, 其实来说, 各行各业在这点上都是相似的, 这里没有什么鸡汤, 只是说一个结论, 决定你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能力抓住, 然后才是你抓住之后, 能干得有多好, 很多人会抱怨没有机会, 但问题在于, 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机会给到你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能力抓住, 而你所谓的是该你的机会, 等着的人可能有好几万, 你该如何去博那万分之一的几率呢?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好声音出身, 同样天赋很高, 同样拿到进入SRRX的资源, 甚至同样是捧了祭天的本子, 周深和李奇得到的反响绝不相同的原因, 我这里不是拉财李奇, 我个人很喜欢李奇, 这里想说, SRRX里, 李奇最终没有先翻剧本, 打破规则,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并没有去补完自己, 只是不断地强化和吃自己天赋的红利, 这样做没有错, 但是跟周深的付出来对比结果, 就能看出差距了, 所以, 即便是捧了祭天的本子, 周深的付出, 让廖老特意站出来为他说话, 送给他一个更大的舞台, 即便是捧了赔跑的本子, 周深的付出, 让大众评委们为他发声, 硬是把GS舞台逼得最后得用点手段刷他下去, 即便是捧了送新人上春晚的本子, 周深的付出, 依旧让各成名评委站出来说话, 硬是一个个耳光子, 都扇在若阴的脸上, 你问我, 为什么周深比其他人发展得好? 我想说, 只有不断审视自己, 不断突破自己, 一直坚持竭尽全力做好自己, 抓住每一次机会的人, 才有资格享受那让众多人都垂涎的果实, 他配, 他值得更好的, 深深的歌声特别治愈, 特别让人放松, 尤其堵车烦躁的时候, 他的歌声润物细无声般的将你的心润湿了抚平了, 从一开始焦躁的拍方向盘慢慢会哼着他的歌回家, 还有, 重要的是情商情商情商, 翻看深深五年来的访谈, 综艺表现等等, 会发现这个男孩其实非常圆滑, 保命声名包一包一, 从来不会针对谁攻击谁点滴谁, 哪怕对方捎带恶意的挖坑, 也会技巧地躲过不接茶, 内心纯净, 表里如一, 礼貌, 可爱的性格及笑容都很加分, 使大佬愿意提携他帮助他, 粉丝99%都是女友粉妈妈粉, 情不自禁爱护他为他打call捧场, 性格活泼可爱贴心会抛梗善接梗, 有他在从不担心冷场, 也从不担心主持的话掉地上典型天平座, 心情低落的时候, 看他的直播或访谈座位生米全程都在傻笑吃笑以母笑, 心慢慢地变得晴朗起来, 深深你一定一定要好好的, 带给我们快乐的你, 一定也要快乐呀。 感谢观看